麻辣烫 50号顾客 看今天在这个杨国富麻辣烫 今天还挺多的 然后他说请50号顾客去吧台取船 他今天有50个客人 这个超级本店里有几桌客人 四桌五桌 五桌客人 反正 我是不会现在去台湖湯的拉 虽然我知道他现在恢复了很热 但是人太多的话 我是争取要最后一个羊的 因为现在亲戚们发烧的有那么一半了 在广州的亲戚们 然后剩下的没发烧的这些 尤其我和我外婆坚守没有任何症状 最多就是特别冷的那几天 稍微有点流鼻水什么的 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情 就没有难受发烧这类的 反正争取最后台羊了 尤其我刚刚给我外婆买了高价药 买了整整130块钱 虽然全部都是医保付的 没有个人负 但是 但是 本来要是什么 比如说像高铁压药 在红十字会医院 零差价 公里医院零差价买 也就只要4块多一盒 2盒也就只要8块多 再加个包包费10块 加一起 2盒也就18块多 然后但是这边差不多14片和21片 等于少了1 3分之1 就要12块多 这还是比较便宜的 那里头还有一些其他药更贵 那些什么消化道的药 还有睡眠的药 反正最后夹在一起 买了130块 我婆婆感觉 好好回去又心疼了 反正 她就老念叨 什么时候去红绘开药 但是我不想让她去红绘开药 她去红绘开药 便宜那点几十块钱 一共也就 这些开完的药又能吃一个月 她最好这一个两个月 就甭去医院 就稍微开个药 花点钱 这一两个月甭去 错过高峰再说 又冬天本身老年人 就容易撑不过去的时候 这个时候好多老头老太太熬不过去 咱就不要赶在这个人口 容易挤兑的时候生啥病 这个时候容易有危险的